这真的是太香了 真的很好吃 特别方便 可以 真的很夸张 好有韧性的pancake 直了直了 现在是夏威夷晚上10点钟 我们终于到了 宝贝你热不热呀 热呀 赶紧把衣服脱了 夏威夷脱了 你再说废话吗 夏威夷当然热了 这么晚机场还有这么多人 我们这回租的车 这辆车就正常很多 大家还记得上次的红色野马吗 那辆我觉得太酷炫了 我本来以为会更朴实的 就比我想的都要大一点了 大家早上好 这个是已经起床在第八个的屏幕 屏幕现在在开会 然后我就自己去买点早饭 今天早上的云真的好漂亮 打算去那家特别好吃的面包店 就大家记得那个黑芝麻面包吗 我们吃完那个就心心念念了好久 真太好吃了 就是刚刚开门 不过还好 排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多 给饼福点了一杯辣椒 我的decaf的cappuccino 黑芝麻 叫blueberry muffin 巧克力香蕉 这个好像是白花菜的一个塔之类的 然后是咸的 买了好多 准备回酒店一起吃早饭了 排高的架子 哦 这很舒服 真的吗 对 挺好的 哎呀不要再掉了 这个酥皮 这真的是太香了 太好吃了 你没有第一次那么惊艳 但是还是非常非常的好吃 因为这个黑芝麻真的很纯香 上次的夏威伊Vlog好多人说 是不是嗯发的太多了 但真的真的是太好吃了 我情不由衷的 给我留一点 嗯好 这个黑芝麻粉真特别的纯香 我只吃过Costco的这种麻粉嘛 我觉得已经很好吃了 就很想试一下Bakery 会是怎么样不同的感觉 我觉得和Costco的其实差不多 因为他们都是那种软软的湿湿的 咬到这个Blueberry还是挺好吃的 好沉的司康啊 很像吃Banana Bread 然后上面有巧克力丁 是好吃的 但是就是没有到那种惊艳的地步 表层的白花菜 我觉得一般 但里面的鸡蛋液也软软的 我真的好喜欢哦 和这个甜的综合一下还蛮好吃的 嗯 午饭来吃Illand Vintage了 现在已经是一点半了 饿得不行了 这熟悉的变 终于又吃上Acai Bowl了 芒果 百香果 草莓 香蕉 然后这个是Acai 然后还有一些燕麦碎 它不是那种只有甜味 它有那种酸甜酸甜 加上水果 非常新鲜的感觉 这个好大一盘哦 然后这回点的是一个Vegan的选项 木瓜 然后这个是糙米 深紫色的应该是芋头 这个是牛油果 这个应该是Beat 然后还有黄瓜 微辣蛋真的好好吃 比一下这个手 它真的很大一分 饼腹的Loco Moco终于来了 哇 超多肉 夏威夷的木瓜真的是太好吃了 它很软 然后很甜 入口即化 对 它就是简简单单一个木瓜 但是就吃出幸福的味道 这个杂粮块上撒的海苔 还有芝麻碎 就很香哎 哇 这些小块长的都好像Poke 这个碎肉为什么也这么好吃 它就是平平无极 但真的就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你这个酱真的很好吃 Baby我太饱了 我也太饱了 我的肚子好沉好胀呀 这天真的太好了 太舒服了 大家好呀 现在是下午的四点半 我们准备去一个Sunset Cruise 然后那边是四点四十五 Check-in 这回就订了这个活动 然后过两天去一个波西米亚村 然后今天晚上应该就是看看表演 看看日落 然后吃吃东西就非常非常的放松 我们check-in-了 给了一个小标志贴在胸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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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人还挺多的 我们的位置不咋好 后面就是那个外面的门 然后只有这边是能看风景的 这个是船舱里面 应该是starter 有个面包 还有个水果沙拉 沙拉还挺好的 面包有点吃不下 怎么样 哇 它这酒味好重 是因为我们是最便宜的嘛 对啊 所以我们是在最底仓 便宜一点也是这个日落呀 贵一点也是这个日落 很多泥蟹腿一些蔬菜 然后牛肉就特别简单 蟹腿是all you can eat的 咱们很熟 看来看来 那里的云也太美了 Oh,你看这个波浪这个水 真的很漂亮耶 这个洞吹得真的非常的cool 你的小vor总好这么 tender 大家早安呀,又是新的一天 然后小饼干今天已经和一个香蕉这么大了 昨天晚上好像下过雨了 准备出发去买早餐了 你们看今天的肚子就很明显 怎么回事啊 现在有一点点下雨 为什么来夏威夷还下雨 哎呀,气死我了 这是我的Decaf 这杯是饼符正常的Latte 哎呀,酒奶泡没有花 好,食物都到齐了 又是满载而归的一天 又出太阳了,太好了 太棒了 然后还有这个,好棒好棒 经典的早餐组合 香肠鸡蛋还有沙拉 这个是蟹肉炒蛋 土豆 还有个木瓜和沙拉 这个我好期待的 是Mango Papaya Sandwich 里面还加了Pinna Butter 好多酱啊 这个是果酱 这个是油醋汁 稍微淋一下 这个应该是千岛酱吧 哇,这好甜哦 这好甜啊 先尝一下木瓜三明治 嗯,真的好甜哦 这里面的黄山酱超好吃 这搭配真是无敌了 升级版的Pinna Butter and Jelly 这有没有超好吃 嗯,这真的还蛮好吃 真的很好吃 你都想象不到它能这么好吃 对吧 这蟹肉炒蛋怪不得这么贵 全人蟹肉太实在了 全人蟹肉太实在了 哇,真的很好吃 真是辣,真是辣 我没有想到 我不能吃 我现在的这种 那 ook 第二个 我们一直看 我们还回了 我们还回来了 我们脱� 我再吃 秉夫现在还在家里搬砖 然后我就来逛一下当地比较有名的超市 有很多好吃的 真的好多切好的水果特别方便 南河木瓜 再南河菠萝 这里有好多小菜哦 看起来都好好吃 这些盒饭看起来也好好吃 选一个拿回去给秉夫当午餐 据说这儿的Pokey特别好吃 可惜现在我吃不了 还有很日式的盒饭 我发现了巨大的sandwich 这一定要和我的手比一下 你才感受得到它有多大 13块9毛9很划算 里面其实都是肉 甜点区感觉就一般般了 比较普通 这饼买了盒饭 然后两盒生鱼 就假装我也吃过了 看着实在是太新鲜了 这真的好想买 这啥呀 给你买了个盒饭 还有Pokey 是不是饿了 我刚吃了点薯片 尝一下告诉我好不好吃 还可以 好吃吗 还可以 我开会了 嗯 那你快吃一大口 去开会 我要去和同学吃午饭了 拜拜 哇 太好吃了 哇 里面还有培根 还有牛油果 嗯 我现在来波西米亚文化村 里面好像是有六个village 然后你就每个看看表演 感受感受他们的文化 然后开启暴走的一天 我们在这儿 这儿还有theater 拍摄可能不是特别清楚 但现在确实在下雨 而且还不小 这样子放到这儿 手脚的鞋 这边我后期配一段音乐套 这边有个秀要开始了 感觉前面这个大哥是个演员 在这个棚子里边 这个是刚刚从地里煮出来的 好神奇哦 他们就在这儿 在地上挖了一个洞 这个就是那个洞 然后烤着烤着就变熟了 就没有吃到过这种开启车的 真的吗 哇塞 那我们就走这边 然后从那边上回来吧 可以 走吧 好神奇哦 那是太棒了 怎么会这样子 在西雅图都没有打伞 在这儿打了伞 对啊 我们现在要经过一个小小的桥洞下面 这个是个小小小小干 很开心 你好 谢谢 因为我刚才这边没说 你可 tact的 太棒了吧 终于来到今天旅程我最期待的自助餐部分了 比我想的要好很多 这紫色小面包超好吃 现在我看到蔬菜我要多吃一点 来点鱼 这边是猪肉 我拿了好多蔬菜,然后鸡肉,然后下面还有鱼肉 还有这个是紫薯,紫薯包 然后还拿了好多的水果 现在是在去吃早饭的路上,结果下雨了 我们俩现在在避雨 怎么会这样子 宝贝你看这个 我看到了 这好上镜哦 我也要开动了 好有韧性的pancake哦 奶油味儿 只是做成了黑色而已 是真的很黑 好吃的 有点奇妙的口感 再收拾上来 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韧性 真的很夸张 现在感觉哪里都吃不了了 真的很夸张 现在感觉哪里都吃不了了 真的很random 比赛是我约到了一个理发店 现在来理个头 感觉稍微有一点长 然后刘海的话也稍微剪一下 我的头真是 我的天哪 怎么这么圆 加耳朵后面看一下呢 还是好圆哦 怎么了 我的头好圆啊 baby 那不是挺好的吗 有没有特别特别圆 对 还可以吗 走了走了 蛮搞笑的 蛮搞笑的 我现在完全看不见啊 天哪 这么大的雨 我真的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到过了 大家早上好呀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 感觉今天应该还会下雨 天上是很厚很厚的雨 然后现在也是印度天 拜拜 拜拜 这个是我的island plate 这个香肠好神奇哦 居然还有米饭 给丙夫点了一个bagel 但你的bagel看起来好好吃 还点了一杯hawaiian honey latte 这个就很甜 然后带点cinnaman的口味 在夏威夷穿起来羽肉腹 丝毫不逊色西雅图 西雅图家里我们都直接穿短袖 他喝asparagus 哇 这个超甜 这好甜哦 嗯 我觉得你的bagel就是很普通 但是很经典 真的很好吃 嗯 我要来尝一下这个香肠 说不上来这个味道 咸的香肠 蛮好吃的 这个香肠就热米饭 我已经很久没有早餐的时候吃过米饭了 好开心哦 木瓜 夏威夷的木瓜太好吃了 你再不吃肉木瓜 我要都吃完了 好想就拍照了 啊 我手机呢 我手机在这录像呢 我 哎呀我在想什么 那我吃 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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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 我吃 你吃 我吃 我吃 你吃 你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